雷鸣武见到市卫一号车缓缓开了,在面包车上下来走到车边说道,谭书记,人在车上呢?谭忠孝说道,据是绝。 市政府那些官老爷在毛刚走后全都心神不宁,一个个离开会议室回了家,当毛刚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一个人。 胡自立和朱龙平焦躁不安的来回走动,就连董林也感觉到身体发冷。 总是感觉到自己要大难临头。 过了能有半个多小时,胡自立说道,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消息,打电话问问吧。 毛刚阴沉着脸说道,为什么,现在开始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朱龙平说道,要是郭正被抓,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毛刚想了想,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很快,听筒里传来吵杂的声音, 还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毛刚眉头皱了起来,音乐声和吵杂的声音渐渐消失。 毛市长,你老人家可是日理万机,没事不会给我这个草民打电话吧? 说吧,只要你老人家一句话,我上刀山下火海,绝对不皱一下眉头。 毛刚说道,是公安局行政科科长郭正,你不陌生吧? 当然不陌生,他儿子出国留学,还是老子花钱给他弄出去的。 你把他的家人全部控制起来,弄到隐蔽的地方。 记住了,暂时不能伤害他们,至于以后怎么做,等我电话。 没问题。 说完,对方挂断了电话。 毛刚看着朱隆平。 市局,还有没有能信得过的人? 朱隆平点头。 有。 官场就是这样,无论你有没有能力,是不是一个草包,只要你手中握着权力,那就会有人靠向你,成为你的心服。 毛刚眼里闪过一道杀机,要是真的出现意外,郭正被抓,让你的人想办法,叫他把嘴闭紧点,不然他的家人会和他一起上路。 朱隆平心里一抖,点点头,现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干,真的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想后悔都来不及。 现在拘留所的门都开着,戴恩恩,周欣,还有叶飞他们都聚在一间拘留室里。 李涛拿出烟分了一圈,许航也黑黑笑着拿出烟。 骂他,发点死人才,别的不需要,这烟可是不都没有。 杨洛深深抽了口烟,笑着说道,现在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看看他们明天有什么反应。 戴恩恩揉了揉小肚子,我去找点吃的。 周浩说道,在这里,你去哪里找吃的? 戴恩恩揉着小嘴说道,看看去,然后转身往外跑。 周欣和卢凤英怕他出事,急忙追了出去,毕竟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李涛说道,哥几个,我们也出去溜达溜达。 时间不长,十多个人全部都回来了,吃的没有找到,戴恩恩倒是兴冲冲的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跑了回来。 李涛和周浩抱着几副麻将牌,疯子他们扛着几张桌子,还有椅子走了进来。 哥几个,来来来,在这里怪无聊的,打几圈,紧紧闷。 李涛黑黑笑着喊道,罗帅最后走进来喊道,哥几个,看看这是什么。 众人回头,看见这个家伙怀里抱着十几条软中滑。 杨洛摸着下巴说道,要是有茶就更嗨了。 周欣笑着说道,这没问题,这可是公安局,哪个领导办公室没有茶啊? 说完,带着几个小女人走了出去。 对文仪和北小黎,还有黎若曦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一生都不能忘却的离奇遭遇。 不过现在他们也渐渐的明白了,跟着杨洛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所以也放开了心,叽叽喳喳的跟在周欣身后。 雷明武和邓超下了车直奔那些尸体,当他们检查死因的时候,眼里满是镇静,两个人对视一眼,走到谭忠孝面前。 雷明武说道,他书记,这些人是被大力扭断脖子致死的,而且没有一点外伤,也就是说,死者没有一点反抗的机会。 这么理所,这么专业的杀人授法,应该是职业军人。 谭忠孝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多,再有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把尸体处理一下,你带我们去见见那些人。 雷明武点头,对着邓超说道,你马上命令特警队过来,把尸体弄到法医舰的中心保护好,暂时,局里面的人不能用。 邓超点头,打电话通知特警队,马上赶到市局。 雷明武一招手喊道,你们给我来,把郭正押到拘留所。 当他们走进拘留所的时候,远远就听见麻将牌哗啦哗啦的声音。 操,周浩,你押得居然偷玩,不算,不算。 杨凤云,你小子玩不玩得起,要不坏人都在等着呢。 谭忠孝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快步走过去,就看见二十多人都在一间拘留室里,不大的空间摆着几张桌子,一个个嘴里叼着烟在玩麻将,弄得乌烟瘴气。 最让他们酷笑不得的是,还有几个女孩子拿着水壶,围着他们转悠给他们倒水。 雷鸣武咳嗽了一声,拘留室里面突然一进,所有人都转过头看过来,只是转瞬间,吵杂的声音又响起。 若曦,快点记上,许航欠了我二十多万了,一定要清楚点,千万不能让这个王八蛋来仗。 龙心喊道,黎若曦笑着说道,记着呢,记着呢,无论是负责记账的黎若曦,还是负责倒水的北小黎,文仪他们。 杨洛这帮家伙答应他们,谁赢了会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劳务费,这让几个小丫头兴奋得不得了。 谭忠孝无奈地说道,我是市委书记,谭忠孝,想和你们谈谈。 杨洛喊道,起条。 哈哈,胡了。 疯子笑呵呵地说道,若曦,快点记上。 多少啊? 黎若曦走过来问道,两万八。 疯子搓了搓手,我赢多少啊? 黎若曦看了看账本说道,十七万多了。 雷鸣无脸色,很不好看,刚想说话,被谭忠孝阻止。 其实,我做这个市委书记还不到半年,而我今天来的目的和你们一样,是为了把隐藏在党内部的一些蛀虫清理出去。 拘留室里又静了下来,杨洛把马奖牌一推,慢慢地转过身体。 说说,你怎么把他们清理出去? 谭忠孝指了指被大龙押走的郭正。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他一手实施的,而主谋不用我说,也应该知道是谁。 只要他张嘴,把那些蛀虫清理出去,不是什么问题。 杨洛敲了敲桌子,说出一个让我相信你的理由。 谭忠孝想了想说道,我找不到让你相信我的理由。 啪,杨洛打了个响指,然后站起身,把手铐打开。 谭忠孝点点头说道,明武,给他们打开手铐。 雷铭武吩咐身后的那几名警员说道,把他们的手铐打开。 杨洛走到谭忠孝面前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主要的目的是省里,要只是你们这个小小的警控室,我没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因为只要我一个电话,就能把这里翻过来。 现在你们出面调查给我省了不少力气,而省里面有些人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尤其是手里不干净的,明面上不敢阻扰,但暗地里一定会不择手段阻止你们调查下去。 记住,无论是谁,只要敢冒出来,给你们施加压力,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我帮你处理。 说到这儿喊道,兄弟们,走了。 走出去没几步,登尔急忙说道,杨,我们的东西还在警察的手里呢。 杨洛一拍脑袋停下脚步,把我们的东西都拿来,那可是我们的全部家底儿。 骂的,被你们收走了,我们得喝西北风。 雷鸣武点点头,吩咐身后的警员去拿,其实就是银行卡,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时间不长,警员把银行卡拿来交给杨洛。 德尔急忙把自己的拿过来亲了一口,宝贝,你终于回来了。 然后小心翼翼放在兜里。 戴恩恩伸出小手,瞪着大眼睛看着雷鸣武,把他看得心里支秃通。 我的枪呢? 雷鸣武有些犹豫,不管杨洛他们有多深的背景,但是枪这种东西,没有证件,是绝对不能还给他们的。 谭忠孝说道,还给他。 市委书记说话了,雷鸣武回到自己办公室,把枪拿了过来交给戴恩恩。 戴恩恩看也没看,把枪塞到自己的小背包里,然后抱着笔记本电脑往外走。 我的军官正编号是男字006721,你们去查查吧。 杨洛苦笑着摇摇头,我们住在景兰混展酒店,说完,带着兄弟们离开。 韩忠孝说道,你马上对国政室去,一定让他张开嘴。 是。 天亮了,市政府包和市委的一些领导上班都没有什么精神,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 市委副书记姚景臣坐在办公室里,脸色阴沉的可怕。 啪,把办公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啪啪啪。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姚景臣喊道。 进来。 他的秘书赵文礼推门走进来,看了看地上被摔碎的茶杯,小心翼翼地说道,十点,谭书记召开常委会议。 知道了。 姚景臣挥了下手,赵文礼收拾了一下地面,才转身离开。 市委会议事,景洪市及大常委全部到齐。 这个时候召开常委会,在座的哪一位不是老奸巨花的东西,都猜到了谭忠孝的用意。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在心里。 最起码,现在景洪的话语权还在毛刚手里。 再说,还有一位市委副书记牵制谭忠孝,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可是接下来谭忠孝的话,让他们几倍发凉,一个个开始各怀鬼胎,想着是不是该和毛刚保持距离了。 谭忠孝脑海里想起杨洛离开后,他们在拘留室发现的二十多把五四手枪。 其实杨洛没有说,他们也知道这些枪是谁的。 天桥爆炸案给我们市委市政府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些事情还没有解决。 就在今天凌晨,市局发生一起恶性的刑事案件,死了二十三个。 经过调查,死者全是社会嫌三人员,但他们却穿着警服,而且还有武器。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警服还有枪是哪里来的,但他们去市局的目的,应该就是天桥爆炸案的犯罪吸引人。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全都几倍发凉,目光不自觉地投向毛刚。 他们知道这是毛刚想杀人灭口啊,而且好像还失败了,他派去的人都被人家杀了。 这他妈的要是被查出来,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掉的,每个人心里都在想,自己的手虽然不干净,就是查出来,大不了在里面待几年,但要是还跟毛刚在屁股后面,自己的小命都他妈的难保。 谭忠孝威严的环室一周,接着说道,这证明市公安局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今天召开常委会,就是要彻查市公安局。 无论职位高低,每个人都要接受调查,包括账本,一旦发现违规,绝不顾喜。 姚景臣在那里闭目养神,听到这里,眉毛一跳,不过坐在那里,还是没有说话。 毛刚阴沉的脸说道,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你却大动干戈,去调查市局,弄得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情不安? 不过,市局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毛刚这话一说,在座这人全都愣了,刚才还他妈的说不要大动干戈,现在又说有很大的问题,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毛刚看了他们一眼, 列明武同志在市局大搞一言堂,大搞山头主义,公安局似乎成了他的私人保镖和政治打手,这可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啊。 所以,他已经不适合在局长的位置上了,还是让有能力的人上去吧。 至于案子,就让新局长接受调查。 谭忠孝微微一笑,那请毛刚同志说说,谁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个局长? 毛刚手指轻轻敲击着会议桌,过了一会儿说道,常务副局长何元奎是合适的人选,但是他现在受伤重院。 就让朱隆平暂时代理局长,等何元奎出院,我们再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 谭忠孝看了一眼任广志,任广志说道,我想朱隆平代理这个局长不合适啊。 任广志的话音一落,在场的人心里都是一两,就连姚景臣都睁开了眼睛。 这个一向低调,在常委会上从来都不说话的纪委书记,今天突然开口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听见任广志说道,市纪委接到大量的举报信,全都是关于市局的。 有的举报公款吃喝,吃拿卡药,尤其是朱隆平,何元奎,贪污受贿,生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毛刚同志所说撤掉雷明武同志之务,问题还要等等再说吧。 毛刚两眼凶狠地看着任广志,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他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居然是任广志,这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 而今天的任广志,确实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也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市委秘书长赵玉华看见姚景臣的眼色说道,广志同志的话,好了。 谭忠孝突然打断了赵玉华的话,让在场的人全部脸色一变。 谭忠孝说道, 是几位成立调查组,由广志同志担任组长对举报信和市公安局存在的问题联合调查,现在散会。 说完,站起身走出会议室,任广志紧接着离开。 在座的人面面相识,今天的意外实在太多了, 没想到谭忠孝今天居然这么强硬,这也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他们怎么联合压制谭忠孝,但有一点,谭忠孝是市委书记,是景洪氏当仁不让的一把手,说出来的话就是板上钉钉,他们连反对的机会都不会有。 其他常委站起身,看了看姚景臣和毛刚,然后各怀心事离开。 短短几分钟,会议室里只剩下姚景臣和脸色铁青的毛刚。 姚景臣说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 毛刚走到门口看了看,然后把门锁上,走回来说道, 郭正很有可能被抓了,我已经叫人把他们家人控制起来,他不会乱说话的。 姚景臣眉头皱了起来,不会说话,只有死人不会说话。 说完站起身走向门口,把门打开,接着说道,马上回去安排。 姚景臣回到办公室,想了想,还是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陈副船长,我景臣啊。 哦,景臣啊,你们那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姚景臣说道, 事情有点麻烦,那些人不离开。 昨天凌晨,毛刚找了人想杀人灭口,没想到被人家给灭了。 刚刚谭中校开完商委会,要彻查市公安局。 啪! 好像是什么摔碎的声音传来,混账东西。 嘟嘟嘟。 听筒里传来一阵盲音,姚景臣慢慢挂短电话,浑身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毛刚,也不知道你这个市长是怎么坐上来了,居然这么白痴。 任广志回到纪委办公室,刚才在常委会上,他说的那些可不是胡说八道,因为他手上确实攥着很多对市局的举报信。 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这个位置可有一双眼睛紧紧在盯着呢,只要出一点差错,就有可能翻船。 所以调查的事情,尤其是何元奎、朱龙平,一定要速战速决,绝对不能拖的时间太长。 但是调查组的人怎么选,又有谁能信得过? 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一个人,纪检衣室主任侯月宁。 这个女人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岁,但却依然很漂亮,可以说在市纪委那些小姑娘都比不上她。 纪检水平更是没得说,但有案子的时候却是副主任带队,她却留在家里坐冷板凳。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侯月宁已经离婚十几年,一直都是单身,纪委副书记肖云山一直在暗恋她,但侯月宁这个女人很傲气,对她连正眼都不开一家,这让肖云山恼凶成怒,故意冷落孤立侯月宁。 小冯,任广志想到这里喊了一声,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她的秘书冯远走进来说道, 书记,什么事儿?任广志说道,你去把纪检医室主任侯月宁找来。 冯远答应一声,转身走了出去,嘴里还在嘀咕,奇怪了,任书记今天居然让我去办事儿了。 这也不能怪的,任广志来了一年多,而他也当了一年多任广志的秘书,每天上班只是问个好,然后给任广志泡茶,一天就不会再有任何事情。 一年多来,就是这么过来的。 纪检医室距离任广志的办公室并不远,拐了个弯就到了。 冯远走进去,见到一名年轻人说道,小陈,侯主任在吗? 小陈抬起头,见到冯远客气地说道,在。 指着里面一间办公室,那就是侯主任的办公室。 谢谢啊。 冯远点了下头,走到门边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很有雌性的女人声音。 进来。 冯远推开门,就看见一名四十来岁,穿着一身黑色职业套装,风韵犹存的女人,拿着文件,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侯主任,任书记让您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冯远轻声说道, 侯远宁好像没有听听一样,谁找我? 冯远一笑,是任书记。 侯远宁急忙站了起来,知不知道书记找我干什么? 冯远摇头,侯远宁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快步走了出去。 来到任广志办公室,书记找我。 任广志笑着说道,坐。 侯远宁坐到椅子上,任广志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你的手里一定有市公安局的监局信吧。 侯远宁不知道,这个一向不问世事的书记,今天怎么会问起这个来了? 但还是很快答道, 有。 任广志点点头, 我刚刚开完常委会,市委决定我们纪委成立专案组,对市公安局进行彻查。 可是,在这里我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你,我是组长,你来当副组长。 侯远宁差点没兴奋地喊出来,多长时间他都没有案子了,现在终于有事情做了,怎么可能不兴奋? 不过任广志那句只相信你,还是让他很感动的。 书记您放心,绝对不会给您丢脸。 任广志笑着点点头, 你的能力我是绝对相信的, 现在你去找几个新的过的人,两个小时后去市局展开调查。 侯远宁没想到会这么急,但还是兴奋地走了出去, 回到纪检一时喊道, 小陈,小张,你们几个跟我来,有案子了。 小陈,小张,几个人急忙站起身,跟在他身后,走向任广志办公室。 小陈一边走一边说道, 主任,任书记让您带队办案。 侯远宁在下属面前都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 不是我带队,是他亲自带队,不过我是副组长。 小陈点点头, 主任,也许这就是你翻身的机会。 在纪检一时,侯远宁和萧云山的不和,已经无人不知,但是侯远宁的人缘太好。 可以说,有时侯远宁说的话,比萧云山还要管用,但这并不能阻止萧云山打压侯远宁。 再怎么说,萧云山也是市纪委的二把手。 碰碰,啪啪。 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传来一阵杂东西的声音, 董林拿着文件,刚走到门口,一锁脑袋没赶进去。 而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毛刚脸上的肌肉一阵扭曲, 坐在椅子上喘了几口气,拿起电话。 主龙平,让郭正彻底闭上嘴巴。 市局,郭正被扔回了拘留室,这个家伙满脸憔悴, 显然在审讯室的这几个小时并不好过。 铁门被打开,一名三十多岁的警员拎着一个方便袋走了进来, 里面装的是盒饭,走到郭正面前, 蹲下身体,把方便袋放在地上,轻声说道。 毛市长,让我告诉你,你的家人,他已经派人保护起来了,你不必担心。 郭正突然瞪大眼睛,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胡吼道。 妈的,你们把我的家人怎么样了? 警员轻轻掰开郭正的双手,冰冷地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已经派人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很安全,但是你必须闭嘴,永远地闭嘴。 这是你最后一顿饭,好好享受吧。 看着警员离开,郭正扑通一声坐到地上, 两眼无神地看着方便袋里的盒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颤抖着双手把盒饭拿了出来。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轻轻张开嘴念叨着,眼泪在眼角滑落, 一间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快速闪见。 爸,妈,儿子不能给您二老敬孝了。 老婆,女儿,我对不起你们啊。 也许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啊。 郭正一阵疯狂地大笑,打开饭盒,用手抓着饭还有菜往嘴里塞, 吃一口,笑一声。 两名警员走过来看了看,然后摇着头离开。 就在他们转身的一瞬间,郭正身体突然倒在地上, 浑身不停地抽搐,脸色变得青紫, 嘴角开始吐出白沫,带着血丝。 这样足足过了十多分钟,郭正的身体不再抖动, 一切变得安静下来。 砰! 雷鸣五办公室的门被撞开, 一名警员跑进来说道, 雷,雷鸣! 雷鸣五皱着眉头说道, 慢点说,什么事? 警员喘了口气说道, 郭正死了? 什么? 雷鸣五猛地在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色铁青地喊道, 怎么回事? 我们按照您吩咐地把他送回拘留室, 下午一点再审讯, 可刚才我们去贴档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了, 身边还有没有吃完的饭菜, 看样子, 应该是中毒。 雷鸣五把腿向外跑, 警员紧紧跟在他身后, 等他到了拘留室的时候, 那里已经几名警员把现场保护了起来。 雷鸣五走进去, 看见郭正的样子说道, 叫法医。 说完, 转身快步离开。 回到自己办公室, 拿起电话打给台中校, 谭书记, 出大事了, 郭正死了。 谭中校脸色一变, 怎么死的? 吃饭的时候中了毒, 我怀疑是杀人秘口。 马上调查清楚, 这个饭是谁送的? 是。 谭中校挂断电话, 又打给省委副书记薛继莲, 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 薛继莲说道, 我知道了, 你那里要尽快展开调查, 时间绝不能拖得太久。 我明白。 任广志和侯远宁商量了一下, 任广志找朱龙平谈话, 而侯远宁带着人去朱龙平分馆的航财 和基建部门突击检查。 只要找出问题, 协助主持全面工作, 主管航财的常务副局长何元奎就跑不了。 几个人分好工, 刚站起身, 还没等走出办公室, 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任广志拿起电话。 我是任广志。 广志同志啊, 我是省政府秘书长张大中啊, 今天给你打电话, 就是想询问一下, 听说你们市纪委 接到大量关于市公安局的举报信, 而且已经开始受力调查了。 任广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张秘书长啊, 确实有这么回事, 市公安局问题很严重, 老百姓怨声很大, 不调查不行啊。 广志同志啊, 老百姓那都是捕风捉影的, 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我也是在景洪市出来的, 对市局那些老同志还是比较了解, 尤其是何元奎和朱隆平同志, 业务水平、能力、原则性还是很强的, 不要因为几封举报信就大动干戈, 这样会打击到同志们对工作的积极性, 这样一来可就不好了。 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不过省政府是不会干预你们市纪委办案的, 但在调查的过程中, 一定要秉承公平的原则, 千万不能冤枉了好同志啊。 任广志心里又是一阵冷笑, 这是来求刑的, 请张秘书放心, 我们市纪委办案一定会秉承原则的, 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因为举报信太多了, 我们也不得不重视啊, 怎么也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任广志说话一副公事公办, 虽然他是副厅, 张大中是政厅, 但他只是省政府秘书长, 还管不到他的头上来, 对他根本产生不了一丝威胁。 张大中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 心里一阵厌恶。 这个任广志还真不知道好歹, 再怎么说, 自己也是省政府秘书长啊, 也是他的上级领导, 这么和他心平气和的说话, 居然给卷了面子。 这么和你说吧, 任广志同志, 这件事情是你们的老书记魏伯宏副省长交代的, 可以说, 何元奎和朱隆平是魏伯宏副省长一手提拔起来的。 任广志皱起了眉头, 虽然魏伯宏是排名最后的副省长, 没有什么实权, 但他还年轻, 谁也不知道他将来会走到什么位置上, 要是得罪了, 恐怕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不过现在已经是剑在闲着, 只能速战速决, 到那时, 省里面的一些人讲说话, 也得掂量掂量。 呵呵, 张秘书长, 请您转告魏伯省长, 我们也只是调查调查, 并不是针对谁, 只要证明这些解决信是无中生有,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也是对何元奎同志和朱隆平同志负责骂。 啪, 张大忠挂短电话, 这个任广志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 他的手还伸不到景洪市纪委那里去, 也管不到任广志的头上。 市政府, 毛刚放下电话, 冷笑着说道, 死了, 死了好啊。 市公安局局留所, 一名法医检查一下郭正的尸体, 然后站起身说道, 全身抽筋, 口吐白沫, 小便失禁, 是四牙甲鸡二丰四胺中毒,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毒鼠墙, 不过这还要经过进一步化验才能确定。 说完, 把地上的盒饭装到一个方便袋里, 交给身边的助手。 雷鸣武阴沉的脸骂道, 你们他骂的都是干什么事的, 啊, 大白天让人混进来灭了口, 看你是什么人了吗? 拘留所所长袁大海脸色也不好看, 这件事情他要负主要责任。 今天谁值班? 两名警员战战战战战走出来, 我, 我们两个,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陌生人? 袁大海这个冤呢, 两名警员摇摇头, 这时站在人群里的一名警员说道, 我当时见到一个人出去, 这个人穿着警服, 但是很陌生, 没有见过。 袁大海急忙问道, 是什么样的人? 那名警员想了想, 三十多岁, 身高大概一米八, 体重在一百五到一百六左右, 方脸糖, 肤色有些幽黑, 说到这儿, 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众人静静地等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名警员突然喊道, 对了, 这个家伙的右眼角有个物质, 雷鸣武转身说道, 跟我去找王勇, 模拟组像, 几个人走出来上了车, 直奔行侦支队, 王勇, 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 却当了十一年的警察, 他是全国人像组合青年专家, 人才库的备案专家, 公安部刑侦局专案组成员, 曾三次应公安部刑侦局, 邀请附近帮助工作, 这十一年期间, 他最初用画笔, 到现在用鼠标, 模拟组像七百多次, 利用模拟画像, 排查认定犯罪嫌疑人二百多名, 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三百多次, 全国十几个大中小城市公安系统, 都曾带着案子来找他求援, 而最让他名声大噪的, 是几年前上海一场纵火杀人案, 死者被烧成了焦炭, 头颅颅骨更是严重变形, 当时上海市局, 带着这个黑漆漆的脑袋找到他, 让他还原面貌, 这个家伙就把那个脑袋放在办公桌上, 面对一颗烧焦, 还带着残存皮肉的头颅, 一天一夜, 反反复复修改画了一张图, 然后交给上海警方, 第三天, 上海警方反馈回来消息, 死者已经找到, 画像和死者照片相识度, 居然高达90%, 他虽然现在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员, 但在这里的地位却很特殊, 就连雷鸣武都要客客气气, 毕竟能在国安部备案的警察, 全国也没有几个, 而王勇就是其中之一, 当雷鸣武来到刑侦支队的时候, 王勇正面对电脑, 看着文件夹里几十万张罪犯的照片, 雷鸣武是不是有案子, 王勇见到雷鸣武眼睛一亮, 雷鸣武点头, 今天凌晨的案子应该听说了吧, 王勇点头, 听说了, 雷鸣武说道, 幕后组织策划的主谋之一, 是一个你想不到的人, 王勇疑惑的说道, 是谁, 郭正, 雷鸣武话音一录, 王勇皱起了眉头, 不会是他被灭口了吧, 雷鸣武点头, 死了, 在拘留所被毒死的, 今天来找你, 就是让你把犯罪行人的样貌模拟出来, 王勇点头, 描述一下他的样貌, 尽量详细一点, 雷鸣武说道, 小赵, 尽量描述详细一点, 小赵点头, 一边回忆犯罪嫌疑人的面貌, 一边缓缓地描述, 而王勇闭着眼睛, 靠在椅背上, 通过小赵的描述, 大脑高速地运转, 虚拟出犯罪嫌疑人的面貌, 王勇闭着眼睛说道, 再描述一遍, 小赵一连描述十几遍, 王勇突然睁开眼睛, 右手拿着鼠标, 一阵快速滑动, 十多分钟后, 一张画像在打印机飘了出来, 雷鸣武拿过来看了看, 然后递给小赵, 小赵眼睛瞪着多大, 就是他, 雷鸣武抢过来就往外走, 上了车, 直奔市局, 回到市局, 把画像交给刑警队大队长黎波, 尽快查出他的身份,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任广志和侯岳宁带着人到了, 按照程序, 任广志首先和雷鸣武这个市局一把手谈了话, 了解了一下情况, 然后侯岳宁带着人去了航财和基建部门检查, 任广志则带着人去找朱龙平, 朱龙平在办公室内一直坐立不安, 郭正死了, 去掉一块心饼, 可市政府那边传来消息, 市纪委要对他展开调查, 虽然告诉他省里已经对市纪委施加压力, 这一次只是做做样子, 不会有什么实际性的行动, 但他总感觉到要大难临头, 不禁后悔自己上了毛缸的船, 可是现在船已经出了海, 想下也下不来了, 啪啪啪,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朱龙平惊慌地站起身, 紧接着又坐了下来, 平静一下心情喊道, 进来, 门被轻轻推开, 当他见到任广志走进来, 心顿时沉入谷底, 不过还是故作镇静地站起来, 笑着说道, 任书记, 欢迎您来制造工作, 任广志一笑, 朱龙平同志啊, 我至此来找你, 只是随便聊聊, 了解一下情况,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朱龙平勉强一笑, 作为党员, 一名公安干部, 我一定会配合你们, 而让朱龙平感到意外的是, 任广志并没有问关于他的事情, 而是谈起了何元奎, 这让他出现一丝错觉, 感觉到市里或者是省里, 要抛弃何元奎保住他, 到了现在, 他也放心不少, 捡一些不太重要, 和他牵扯不上的事情说了出来, 任广志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身后的工作人员, 把朱龙平所说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中午吃完饭, 所有人都聚集在杨洛房间, 但恩恩无聊地玩着游戏, 李涛和周浩在外面走了进来, 老大, 这是那个市委书记秘书给你的, 李涛把手里的一张纸条递给杨洛, 杨洛嘴里叼着烟, 翘着二郎腿拿过纸条, 张大忠, 省政府秘书长, 魏伯红, 副省长, 跳出来两个了, 估计还会有人跳出来吧, 郭正死了, 周浩说的, 杨洛把纸条揉吧揉吧扔在地上, 太他妈猖狂了, 涛子, 周浩, 你们两个辛苦点, 把市纪委调查所的人保护好了, 随着案子的深入, 他们一定会再次顾忌重演, 把水彻底搅浑, 杀了调查所的人, 是, 两个人转身离开, 疯子, 许航, 刘远鹏, 张龙刚, 你们几个去调查一下, 这里到底哪些是黑社会组织, 然后把他们给我盯紧了, 要是他们敢蹚浑这趟浑水, 就把他们灭了, 也算为民出汗, 是, 四个人答应一声离开, 杨洛在身上拿出一张名片, 然后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李局长, 我是杨洛, 听筒里传来李子辉热情的声音, 杨少, 你没有事情, 不会给我打电话吧, 说吧, 只要我能办得到, 绝不推辞, 杨洛一笑, 给我调查一下省政府张大中, 还有副省长魏伯红, 我要他们所有资料, 就是他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裤衩, 晚上几点撒尿, 也要给我查清楚, 李子辉答应一声, 没有问题, 要是需要人手, 再通知我, 杨洛说道, 那就谢谢李局长了, 说完, 挂断电话, 夜晚, 悄悄降临大地, 任广志刚刚回到世界委办公室, 侯远宁带着人走了进来, 任书记, 您看看这个账本, 侯远宁说道, 任广志拿过来仔细地看看, 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抬头问道, 这个账本有什么问题吗, 侯远宁笑着说道, 我们也是研究了半天才发现, 您看看, 这个纸张的印刷日期, 和记账时的日期, 任广志低头一看, 原来印刷日期是9月12号, 而账目记载日期, 却是3月份的, 也就是说, 这些账都是后来补上的, 任广志敲了敲账本, 把公安局财务处处长, 还有会计给我找来, 今天晚上, 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打开都不好, 侯远宁看了看时间, 书记快八点了, 是不是太晚了, 任广志说道, 今天省政府秘书长打电话求情, 还把魏伯红搬了出来, 最后我卷了他的面子, 要是不尽快打开突破口, 很可能会出现意外, 侯远宁点头,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两个小时后, 市局财务处处长白靖军, 还有一名二十多岁, 高高瘦瘦, 白白静静的年轻人, 走进了市纪委一间小会议室, 这两个家伙, 一进来就显得不耐烦, 任广志看着他们皱起了眉头, 看来他们是不想配合, 只是碍于有关张承, 不得不来配合, 不得不接受市纪委的谈话, 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 侯远宁说道, 白处长, 我想问一下,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何元奎, 朱龙平, 在账目上没有一点问题, 白靖军一句话也不说, 侯远宁看着那名年轻人, 你呢, 是否发现这个账本有问题, 年轻人看了侯远宁一眼, 冷冷地说道, 只要是我处理过的账目, 绝对不会有问题, 侯远宁看了一眼, 坐在那里喝茶, 一句话也不说的认广志, 然后说道, 你真的能确定, 你所处理的账目, 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年轻人点头, 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 侯远宁又问了一句, 年轻人不耐烦地说道, 我可不可以认为, 这是你们市纪委故意刁难? 我再说一遍, 没有。 侯远宁笑了, 啪, 把账本扔在年轻人面前, 那我问问你, 账本纸张是九月份印刷的, 而你记账的日期却是三月份, 能不能给我个解释? 冷汉刷的一下, 额头上流了下来, 慢慢地颤抖着手, 把账本打开, 脸上没有了一丝血色, 苍白的可怕。 侯远宁看着白景军说道, 白处人啊, 你是老党员了, 也是一名老干部, 而且还在公安系统内工作, 我想包庇和检举, 你应该知道怎么去选择。 任广志暗中点点头, 看来自己找侯远宁, 还真找对呢。 白景军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疏忽, 居然让他们暴露了问题, 今天要是什么都不说, 市纪委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只要市纪委下功夫, 对财务部进行彻底账目查清, 他们谁也跑不了, 到时候, 自己连检举立功的机会都不会有。 想到这里, 咬着牙说道, 三年前, 是国土局局长严大发找到朱隆平, 以严大发的儿子, 严海明已成立蓝海建筑工程公司, 资金的来源就是市局, 当时朱隆平知道, 要想在市局抠出钱来, 只能何元奎点头才行, 后来经过商量, 市公安局出资两千万, 而国土局每年会以极低价格, 卖给公司土地, 这样, 严大发和朱隆平各占股份30%, 而何元奎占40%。 这个公司说起来就是空壳, 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土地之后, 再以几十倍的价格, 转手卖给开发商, 本来我以为他们在赚到钱之后, 就很快把窟窿堵上, 可我没想到, 他们太贪婪了, 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名义, 在市局划拨资金。 一年前, 市纪委接到了举报信, 当时市纪委书记万向阳做出决定, 对他们进行调查, 正当案子有了突破的时候, 省纪委调查组突然下来, 对万向阳实施双规, 经过半个多月的审查, 并没有查出万向阳有什么问题, 但他也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 而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万向阳被双规的事情谁都知道, 任广志在调来的时候也听说了, 但他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内情, 你不知道兰海被调查的事情? 任广志看着侯远宁问道, 侯远宁摇头, 当时下面乡镇黑彩泛滥, 有人举报是一些乡镇干部充当保护散, 是萧云山带队, 后来感觉到情况复杂, 人手不够, 又把我调了过去, 等我回来, 万书记就被双规了, 对于蓝海的事情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 任广志皱起了眉头, 那当时的案卷又去哪了呢? 侯远宁问道, 当时省纪委是谁带的队? 白景军想了想说道, 是省纪委纪检衣室主任孙楼。 任广志说道, 你接着刚才的往下说, 他们还有什么问题, 也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白景军心里一抖, 何元奎在外面有十几套房产, 养了七个女人, 一个星期每天轮流去住, 而朱隆平这几年贪了多少, 我也不知道, 而他们给我的钱是每年二十万, 给小陆的钱每年八万。 任广志敲了敲桌子, 严肃地说道, 白景军同志, 卢光伟同志, 你们涉嫌独职, 贪污受贿, 市纪委决定对你们实施双规。 说到这儿, 看着两个人苍白的脸色, 接着说道, 你们放心, 今天你们所说的话属于重大理工, 我相信组织上会给你们宽大处理。 侯远宁说道, 把他们带出去, 是, 两名市纪委的工作人员把两人带出去, 直接送到了市公安局拘留所, 任广志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谭书记, 告诉你个好消息, 然后把案子说了一遍, 谭忠孝说道, 事不宜迟, 马上对朱隆平, 何元奎, 严大发, 实施双规。 市委招待所五楼, 已经被邓超带着特警控制起来, 一个房间内, 严大发坐在任广志对面平静地看着他, 你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任广志威严地说道, 严大发点头, 清楚了, 任广志看了他一眼, 说说一年前万象阳的事情,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让省纪委在这个时候对他双规, 严大发眼睛突然瞪得多大, 他没想到任广志会问这样的事情, 这也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要不是市纪委行动的太突然, 他也不会这么被动, 就是这样, 他也有把握两天内让省里做出决定, 就像上次整万象阳一样, 把任广志弄走, 但要是供出来, 让市纪委有了准备, 他的小命甚优啊, 任广志看着这个家伙就知道不好对付, 不过他也不急, 侯月宁应该能够在朱龙平和何元奎那里打开突破口, 何元奎现在身体还没恢复过来, 有些虚弱, 面对侯月宁大脑一片空白,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最后被特警稀里糊涂地带走, 即使这一切应该是纪委和法院公安局联合执法, 但现在, 景洪已经没有可信任的人, 只能特警队出面, 侯月宁看着谈话记录, 脸色非常严肃, 坐在他身边的小张说道, 主任, 我们马上去向任书记汇报, 这件事情很严重, 侯月宁点点头站起来, 来到任广志房间, 书记, 您看看这个, 然后冷笑着看了一眼, 闫大发, 任广志看见谈话记录, 脸色一变, 敲了敲桌子, 印小伟, 大印拍戏掌舵人, 省政协主席, 印炳炎的孙子, 省委书记, 印玉轩的儿子, 印家三公子, 也是罪得印家老爷子宠爱的一个, 任广志轻轻念叨完, 然后抬头看着一脸笑意的闫大发, 任广志的心里有些怒火,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闫大发把身体靠在椅子上微微一笑, 他现在也豁出去了, 任书记, 既然那两个笨蛋交代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 蓝海公司名义上是我们三个控股, 其实最大的股东是印三公子, 占40%, 我们三个才占10%, 另外30%, 卫副省长占10%, 毛市长和姚副书记各占5%, 剩下的10%里面领导评分, 说到这儿, 闫大发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任广志, 任书记, 如果你有胆量就往下查, 你就是有能力把景红翻过来, 也没有关系, 这对印家来说, 伤不了筋动不了骨, 但拔出萝卜逮出泥, 这件事情一定会牵扯到三公子, 到时候印家能够放过你吗?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但闫大发说的确实是实, 印小伟是印家老爷子最疼爱的一个孙子, 而且还听说这个家伙心狠手辣, 要是动了他的东西, 绝对会遭到他疯狂的报复, 严大发见到任广志不停变换的脸色, 得意地说道, 任书记, 我劝你还是适可而止吧, 不然好不容易才爬上来的位置, 用不了两天就全丢了, 侯月宁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看着任广志的眼神很焦急, 任广志看了严大发一眼, 然后站起身离开, 来到走廊, 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谭书记, 事情有些麻烦啊, 谭忠孝说道, 什么事, 经过调查, 蓝海公司最大的股东, 是印家的三公子, 印小伟, 这要是查下去, 会把印小伟牵扯出来, 谭忠孝也没想到, 印小伟会牵扯进来, 看来蓝海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司, 还是块大蛋糕, 你等我电话, 谭忠孝放下电话, 马上打给薛继莲, 薛副书记, 我没想到, 景洪的水这么深, 就连印小伟都过来蹚一蹚, 怎么回事, 谭忠孝把事情说了一下, 薛继莲一阵沉默, 他知道, 再查下去, 印小伟绝对跑不了, 可现在他们还没有到和印家撕破脸的时候, 但是这样的好机会要是放过了, 以后不会再有了, 谭忠孝也知道因为印小伟的出现, 让他们有点畏首畏尾了, 薛继莲说道, 我去问问林老, 林老, 林小伟, 省人大常委会主席, 也是林家掌舵人, 薛继莲放下电话之后, 打给林小儒, 并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林老, 我们是否还要查下去, 继莲啊, 为什么不查呢, 我想那些小子很高兴印家能够蹦出来吧, 薛继莲心里一动说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嗯, 放心去做吧, 有那个小子在, 他印家翻不起大浪, 薛继莲放下电话, 又打给谭忠孝, 忠孝啊, 这件事情不但要查, 而且还有一蛙到底, 谭忠孝犹豫的说道, 薛继姐, 真的要懂林小伟, 呵呵, 你忘了炸天桥的那些人了, 一会儿你去见见他们, 问问他们的意思, 然后找座就行了, 好, 谭忠孝放下电话看了看时间, 然后走出去喊道, 小凯, 通知小乔, 把车开过来, 是, 小凯急忙打电话通知司机, 等他们两个走出办公楼, 市卫一号车已经停在了门口, 严凯急忙走过去, 把车门打开, 谭忠孝在上车之前, 看了一眼还在亮着灯的一扇窗户, 一个身影站在窗前, 姚景臣站在窗前, 看着谭忠孝上了车, 这么晚了, 他要去哪儿呢, 叮铃铃,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 姚景臣拿起电话, 我是姚景臣,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姚景臣脸沉了下来, 我知道了, 啪, 挂断电话, 然后坐到椅子上点了颗烟, 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谭忠孝, 难道是林家想对印家出手了, 拿起电话, 拨通了陈志文的电话, 陈副省长, 何元逵严大发被双规了, 我估计三公子已经浮出来了, 我知道了, 听筒里传来一阵盲音, 姚景臣不知道上面会有什么动作, 但这里他一定要盯紧了, 绝对不能有什么插座, 紧接着又打了一个电话, 是位一号车已经出去了, 给我盯紧的, 查清他去什么地方, 见什么人, 对方没有说话, 直接挂上了电话, 其实谭忠孝坐着一号车走, 他是故意给人看的, 就是要让一些人知道, 他和杨洛已经合作, 这样印家也会承受很大压力, 酒店保安见到市委一号车缓缓驶过来, 急忙拿出对讲机狂喊, 队长, 快点通知经理, 市委一号车停在酒店门前了, 很有可能是市委书记来了, 报告完, 急忙跑过去, 打开车门, 虽然他没有见过谭忠孝本人, 但在电视上可不止一次见过, 看到车里坐着的真是市委书记, 急忙把身体让开, 谭忠孝你好, 谭忠孝笑着点点头, 保安急忙在前面带路, 刚走进大堂, 一名四十多岁, 身体有些微胖的中年人迎了过来, 谭书记, 欢迎您来锦兰会展酒店, 他不知道市委书记这么晚了来酒店干什么, 谭忠孝说道, 我是来见几位客人的, 中年人一愣, 他没听说酒店住进来什么重要人物, 而且这么晚了, 市委书记亲自来见, 谭忠孝说道, 你们酒店是不是住进来二十多个人, 有男有女, 都是一起住进来的, 中年人看向保安, 保安急忙点头, 有, 至于他们住在哪个房间, 我不知道, 经理急忙走到服务台, 让服务员查了一下入住登记, 然后亲自带着谭忠孝和颜凯来到杨洛他们所住房间楼层, 啪啪啪, 中年人敲了敲门, 时间不长, 里面传来骂声, 谁都骂得这么晚啊, 打扰老子的春梦, 中年人一阵愕然, 是不是敲锁房间了, 市委书记要见的人, 说话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门轻轻打开, 红天使穿着一个裤头走了出来, 见到谭忠孝笑笑着说道, 原来是市委书记大人, 谭忠孝笑笑着说道, 不欢迎, 红天黑黑一笑, 欢迎欢迎, 不过我们老大不住在这个房间, 在隔壁, 说完走到右边房间, 抬起手一阵猛敲, 老大开门了, 他这一喊不要紧, 十几个房间门全部打开了, 一个个在里面走了出来, 戴恩恩见到红天只穿着裤头, 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喊道, 你这个混蛋, 快点在我面前消失, 不然姑奶奶让你变成太监, 红天一个机灵转身就跑, 几步窜进自己房间, 一边套着裤子一边嘀咕道, 我穿不穿裤子, 关你屁事, 杨洛打开门, 见到是谭忠孝, 进来吧, 然后走到沙发前说道, 坐, 戴恩恩见到那名中年人站在那里, 瞪着漂亮的大眼睛说道, 你是那个老头的人, 说完指着谭忠孝, 中年人急忙摇头, 戴恩恩说道, 那你是谁啊, 中年人恭敬地说道, 我是这里的经理, 叫刘诗泉, 然后在身上拿出名片递给戴恩恩, 这家伙已经看出来了, 这些年轻人绝对不简单, 要不然谭忠孝也不会这么晚了, 亲自来见他们, 戴恩恩一撇嘴没有接, 既然你是经理, 快点去弄点好吃的, 然后寄那个老头的账, 刘诗泉右手举着名片, 尴尬的镇子那里, 戴恩恩瞪着眼睛说道, 你没听见姑娘人的话呀, 快点去, 谭忠孝坐在沙发上听得清清楚楚, 给颜凯使了个眼色, 颜凯点点头走过来说道, 你是这里的经理, 刘诗泉点头顺势把名片递给颜凯, 颜凯接过来, 也算是给刘诗泉一个台阶下, 我是谭书记的秘书, 按照这位姑娘的吩咐去做, 要最好的标准, 刘诗泉点头匆忙离开, 戴恩恩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 杨洛看着谭忠孝说道, 这么晚来找我, 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一辆别克商务车缓缓停在酒店门前, 保安上去打开车门, 在里面下来两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这两个人的身高全在一米八以上, 大碗上的居然还戴着墨镜, 在他们刚刚走进大厅的时候, 酒店外又摇摇晃晃走过来两个人, 这两个家伙就是负责保护市纪委调查组的李涛和周浩, 感觉到任广志他们回到市纪委不会再出来以后才回来, 毕竟毛刚胆子再大, 也没有胆量赶到市纪委杀人, 在回来的路上, 看见市委一号车, 紧接着又发现紧跟在市委一号车后面的商务车, 两个人吩咐出租车司机减速, 把商务车放过去之后, 远远的掉在后面, 直到回了酒店, 确定商务车是跟踪市委一号车之后, 两个家伙来了精神, 直奔那两个人而去, 紧接着, 传来两声沉闷的肉体撞击声, 喷喷, 那两个男子感觉到后脑一痛, 慢慢转身, 看见两个人笑眯眯地站在他们身后挥手, 然后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软软倒在地上, 保安和服务员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 李涛和周浩就像拽死狗一样, 把人拖到电梯里, 过了一会儿, 一名保安才反应过来, 拿着队讲机喊道, 队长, 别他爸喊了, 我在监控室里看见了, 他们和市委书记见的那些人是一起的, 干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多关心事, 杨洛敲着额头, 印家印小伟, 谭忠孝看着他没有说话, 碰碰碰碰, 敲门声响了起来, 洪天走过去把门打开, 见到李涛和周浩拖着两个人走了进来, 老大, 这两个家伙是跟在市委一号车后面的, 杨洛没有理他们, 而是对着谭忠孝说道, 看来你的对手已经注意到我们合作了, 这可不是好事情, 谭忠孝一愣, 杨洛接着说道, 印小伟已经浮出水面, 而印家知道我们的合作后, 一定会把印小伟送走, 印小伟走了, 我们的线索就会断裂, 要想再挖出大鱼很难, 抓那些小鱼小虾, 还有什么意思? 谭忠孝这么招摇, 只是想给印家施加压力, 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杨洛想了想, 但联系小妖, 让他通知云南省国安厅, 把印小伟扣起来, 印小伟, 这个人长得很斯文, 但是他细长的眼睛, 让人看得很不舒服, 总有一种阴森的感觉, 这个时候, 他正拿着电话大骂, 饭桶, 兜他妈的是饭桶, 成是不足, 败是有余的东西, 平时看着挺精明, 其实一个个兜他妈的就是傻逼, 啪, 狠狠把电话摔在地上, 然后一脚踩得粉顺, 接着扯了车领带, 妈的, 你们的胆子还真不小, 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眉头紧紧地皱着, 陷入沉思, 省委大院, 印家老爷子印炳言, 闭着眼睛坐在客厅一把藤椅上, 印玉轩和陈志文坐在沙发上, 水也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沉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印炳言突然睁开眼睛说道, 把所有资产转移, 安排小伟离开, 印玉轩叹了口气说道, 只能如此了, 不然, 杨家那个小子抓住小伟不放, 我们也没有办法, 陈志文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真要放弃景洪? 印炳言说道, 不放弃又能怎么样, 杨洛这个小子比整个杨家还要难缠, 不要忘了, 上海的事情, 那可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要是我们还把这景洪不放, 他在这里来上那么一下, 我们印家将会彻底沉默, 印宇轩拿起电话打给印小伟,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 印小伟放下电话, 还没等他走出去, 十几名拿着手枪的人闯了进来, 印小伟, 跟我们走一趟, 印小伟脸色变得阴沉, 在云南, 还没有人敢用枪指着我印小伟, 一名中年人呵呵一笑, 三公子, 不是没有人敢用枪指着你, 而是你没有碰到而已, 你们试试,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中年人说完喊道, 把他带走, 两个人过来把印小伟靠了起来, 然后另一个人拿出黑头套, 套在他头上, 被架着推上了一辆车,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印小伟被带着左转右拐的走了能有十多分钟, 然后头套被拿了下来, 当他见到面前坐着的一个人时, 愣了一下, 紧接着立声说道, 卓远方, 卓厅长, 你居然有胆量把我抓来, 云南省国安厅厅长卓远方, 微微一笑, 三公子, 实在对不住了, 我是上命难为, 不过你放心, 我马上通知印书记你在这里, 要是印书记能说动上面把你放了, 我马上亲自送你出去, 毕竟我们兄弟一场不是, 说完, 拿起电话拨离串号码, 印玉轩皱起眉头说的, 怎么还不来, 叮叮,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印玉轩拿起电话, 我是印玉轩, 卓远方的声音在厅筒里传来, 印书记, 我是省国安厅厅长卓远方, 三公子在我这里, 印玉轩一愣, 紧接着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国安厅虽然不在一个系统之内, 但一个小小的国安厅厅长还没放在他的眼里, 现在居然欺负到他的头上来了, 卓远方,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卓远方笑着说道, 印书记, 我只是奉命行事, 印玉轩厉声喝道, 奉命行事, 谁给你的命令, 这样无法不天, 印书记, 不要这么大火气, 这是特新局局长下的命令, 你也知道, 他的命令不要说是我, 在整个国安系统, 除了局长, 没有人敢不听命令, 印玉轩心里一震, 他可以不把国安任何部门放在眼里, 但是特新局就让他感觉到有力无处使, 印书记, 我想特新局的电话你应该能找到, 我就说这么多了, 嘟嘟嘟, 听筒里传来一阵盲音, 印玉轩挂短电话, 脸色凝重的说道, 小伟被特新局扣起来了, 怎么回事, 印炳言问道, 没有说什么原因, 陈志文皱着眉头说道, 能够让特新局帮忙, 只有杨家那个小子, 啪, 印炳言狠狠拍了一下腾乙的扶手, 特新局又能怎么样, 难道他们就能随便抓人, 陈志文苦笑着说道, 您又不是不知道, 特新局就有这样的权利, 把人抓了, 调查个十年八年, 谁能把他们怎么样, 您就是找到主席和总理, 也没有用, 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堵住您的嘴, 坐在印炳言这个位置上, 这样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只不过是担心自己这个孙子而已, 宇轩, 打电话问问, 怎么回事, 印宇轩把电话打到一个曾经国安局, 的老领导那里, 然后通过他的关系, 要到特群局的电话, 小妖双腿搭在办公桌上, 坐在那里抽烟的冯昆说道, 也不知道老大搞什么, 让我抓人就抓呗, 还通知他们干什么, 居然还让他们往这里打电话, 然后再告诉他们和老大联系, 这不是脱骨子放屁吗, 小妖笑着说道, 哼, 杨洛知道无论他怎么闹腾, 上面暂时也不会动印家, 只要我们出面, 再加上他印家压力会很大, 这样, 想要保住印小伟, 那么印家就必须做出牺牲, 冯昆想了想, 还是想不明白, 印家能做出什么牺牲啊, 让妹, 小妖话音一落,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拿起电话说道, 喂, 我是云南省省委书记, 印玉轩, 让你们局长接电话, 我就是, 印玉轩没想到, 特勤局局长居然是女的, 我想知道, 印小伟犯了什么法, 小妖嘴角勾起一抹优美的弧度, 你真的想知道, 听筒里一阵沉默, 官场上的游戏, 他印玉轩可是玩了几十年了, 他知道, 特勤局电话都是有着录音存档的, 一旦小妖说出印小伟的罪行, 不管是不是事实, 那就必须要接受调查, 这样一来, 特勤局为了面子, 一定会不择手段, 把印小伟的罪名落实, 到那时, 他们印家就是有通天的本事, 也无能为力, 我只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放人, 印玉轩的声音没有了刚才的气势, 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小妖一笑, 你去找杨洛吧, 能不能放人, 就看你们的生意能不能谈成了, 说完放下了电话, 站起身说道, 去睡觉, 杨洛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 谭忠孝也在等待, 而最着急的就是任广志, 在走廊里晃悠了两个多小时, 一直在等着谭忠孝的电话, 叮铃铃, 杨洛拿起电话看了看,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然后按下接听键, 印书记, 这么晚了, 你老人家还没有休息啊, 听筒里一阵沉默, 杨洛, 说说你的条件, 你和你家那个老不死的退位, 不要让我在中国看到一小尾, 我想你们的黑色收入, 够你们一家子享受一辈子了, 不要再谭得无厌, 杨洛的声音很轻, 但却有一种难言的霸气, 谭忠孝心里一阵, 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杨洛的真正身份, 但就凭杨洛能够和印宇轩这个一方大员这么说话, 那他的背景会伸到什么程度, 他不敢想, 其实, 无论背景有多深厚的太子党, 他们也没有胆量和一方大员这么叫好, 而印宇轩真正顾虑的是杨洛这个疯子, 一个从来不按牌里出牌的家伙, 在明面上, 有杨家给他撑腰, 印宇轩不可能动得了他, 他也没有那个实力, 在地下, 印宇轩更不行, 他就是把整个中国的地下势力组织起来, 也会被杨洛给灭了, 没有人能够和一台真正的杀人机器抗衡, 就是世界各国那些特种部队, 都被他灭了多少了。 听筒里一直在沉默, 过了不知道多久, 杨洛说道,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后, 我要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我一定会把印宵伟送上行场, 而你们印家, 就是我杨洛的死敌, 从今以后, 不死不休。 印宇轩声音突然变得沙哑, 我们印家好像和杨少没有冲突, 杨洛森冷地说道, 要是没有你们成谣, 你养的狗能那么嚣张, 要不是我和兄弟们伸手还算可以, 现在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知道我们的身份还有胆量杀我们灭口, 我想死在他们手上的老百姓也不会少吧, 而你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员, 你养的狗胡作非为, 你不会不知道吧, 既然知道却无动于衷, 认他们鱼肉百姓, 你他妈的还有脸坐在那个位置上, 权力用好了, 那就是老百姓的服务, 一旦心术不正之人拥有了权力, 那就是悬在老百姓头顶上的一把刀, 现在你这位省委书记也好, 景洪的这些官老爷也好, 你们手中的权力已经见了血了, 所以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你现在退位还能保住你的脑袋, 要是等我出手, 你们印家能活着的不会有几个,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杨洛说的话有多少分了, 杨洛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谭书记, 继续给我往下查, 无论涉及到谁, 找到证据之后, 交给我, 有了杨洛的话, 谭忠孝算是吃了颗定心丸, 他也看出来了, 有杨洛压着印家, 就像薛继莲说的那样, 印家翻不起大浪, 说到这儿站起身, 既然这样, 我回去安排, 杨洛点点头, 不送了, 刘诗泉站在门外, 见到谭忠孝急忙说道, 谭书记, 酒言已经准备好了, 谭忠孝说道, 我还有事情不虚了, 安排我的客人去吧, 刘诗泉围攻着腰, 点头连声答应, 然后跟在谭忠孝身后, 把他送上了车, 杨洛看着还在昏迷的两个家伙说道, 把他们弄行, 李涛黑黑一笑, 抬起脚照着肚子狠狠踩了下去, 喷喷, 两个家伙惨笑一声, 上身猛然坐了起来, 双手捂着肚子一张嘴, 哇的一声, 晚上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南门的味道在整个空间飘散, 但恩恩捏着鼻子骂道, 李涛, 你这个混蛋, 然后抱着笔记本跑到了外面, 几个女孩子也都捂着鼻子跟了出来, 站在走廊里一阵深呼吸, 李涛和周浩把两人拖到杨洛面前, 杨洛说道, 说嘛, 谁让你们跟着谭忠孝的, 两人擦了一下嘴, 并没有回答杨洛, 而是爬起来看着李涛和周浩, 小子, 你们等着青龙帮的报复吧, 李涛黑黑一笑, 青龙帮, 没听说过, 许航说道, 青龙帮是这里最大的帮会, 龙头是个叫杀一龙的中年人, 这个家伙是东北人, 身手很好, 几年前来到这里, 凭着心狠手辣, 很快有了自己的班底, 然后使用暴力手段, 农断出租车行业, 专门敲诈游客, 利用得来的资金, 快速发展并不停地吸纳社会闲散人员, 吞并那些中小型黑帮, 那两个家伙听到这里, 愣愣地看着许航, 杨洛想了想, 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老龙, 听筒里传来楚云龙的声音, 法官,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杀一龙的人, 他也是我们东北人, 楚云龙想了一下说道, 认识他曾经是短天海士兵的人, 我知道了, 说完挂断电话, 然后在身上拿出一枚硬币, 大拇指一弹, 嗡的一声, 硬币飞上了天空, 叮叮, 掉在地上, 传来清脆的响声, 捡起来交给你们老大, 告诉他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 不要再参与官面上的事情, 不然, 我会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一个家伙慢慢蹲下身体, 捡起硬币, 发现硬币只有一块钱大小, 上面刻着一个绳子, 另一面刻着一个盼子, 他们已经在杨洛的问话中猜到, 谈中校剑的人就是面前这个男人, 而手中这枚普通的硬币, 应该就是什么信物, 我会把你的话带到, 杨洛一挥手, 你们可以走了, 两个人看了杨洛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走出酒店上了车, 张峰, 我们这次栽到家了, 张峰没有说话, 而是打着火, 一踩油门, 商务车窜了出去, 任广志在走廊里来回走动, 侯远宁站在门边, 心里也有些焦急, 叮叮, 电话铃声响起, 任广志急忙拿出电话, 按下接听键, 谭书记, 一查到底, 谭忠孝的话音一落, 任广志终于松了口气, 还有些兴奋, 既然谭忠孝说出了这样的话, 也就证明他身后的人已经做出了决定, 侯远宁看见任广志挂断电话问道, 怎么样, 任广志笑着说道, 一查到底, 严大发坐在椅子上, 正在摇头晃脑地唱着歌, 在他想来, 任广志一定会放他离开, 而他嚣张的样子, 让那两名市纪委的科员咬牙切齿, 恨不得上去咬他两口, 门被推开, 严大发笑着说道, 呵呵, 怎么样, 任书记, 是不是商量好了, 放我离开啊, 侯远宁冷笑一声, 放你离开, 就是你命大不死, 也要把老体坐穿, 严大发脸色一变, 那种嚣张的表情消失无踪, 随之而来的是不可置信, 任广志严肃地说道, 我宣布对严大发实施双规, 暂停其一切职务, 进一步进行调查, 严大发突然感觉到浑身发冷, 一股冷气在脊背直冲头顶, 感觉到头发都竖起来了, 在明知道他的靠山是印象, 还要对他实施双规, 这证明印家可能放弃他了,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印家遇到了强大对手, 正在和对方博弈, 无暇顾及这里, 或者在这场博弈中, 他们输了, 放弃了景洪,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 他严大发都完了, 不过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既然印家不顾道义, 那他就不要怪他, 只要丝丝咬住印小伟, 看他印家出不出面, 叶沙龙, 是景洪数一数二的叶总会, 而这里也是青龙帮总部所在地, 五楼一间办公室内, 一名四十多岁, 皮肤幽黑, 剔着光头的中年男子, 坐在老板椅上, 手中拿着一把沙漠之鹰, 不停地摆弄着, 这个家伙, 就是青龙帮的老大, 沙一龙, 沙漠之鹰, 这可是好东西啊, 龙哥, 站在沙一龙身边的手下, 还想拍两具马屁, 这个时候门被推开, 龙哥, 我们回来了, 沙一龙把枪放在桌子上问道, 怎么样, 那个谭忠孝去见谁, 龙哥, 你先看看这个, 张峰把那位硬币递给沙一龙, 沙一龙接到手里看了看, 突然手一哆嗦, 硬币差点掉在桌子上, 谁给你的, 张峰说道, 是谭忠孝见那个人交给我的, 他说了什么了, 沙一龙严肃地说道, 他让我告诉你, 老老实实地待着, 不要再参与关面上的事情, 不然, 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张峰说完, 偷偷打量沙一龙一眼, 等待着老大的怒火, 可让他感到意外, 沙一龙并没有发火, 而是双手捧着那枚硬币说道, 去景点, 找个黄金盒子装起来, 然后送回去, 就说, 他老人家的话我记住了, 而且有什么事情, 不方便出面解决的通知一声, 我沙一龙就是这条命不要, 也会给他办妥, 屋内的几个人听见沙一龙的话, 感觉到不可思议, 张峰小心翼翼地问道, 龙哥, 这个人是谁啊, 沙一龙叹了口气, 并没有说什么, 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张峰带着满头疑惑, 转身和另一个人离开, 第二天, 毛刚听说朱龙平, 何元奎, 严大发, 被双归后大发雷霆, 现在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感觉到自己大难临头, 可像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甘心失去权力和金钱, 而且很有可能被送上刑场, 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沙一龙, 给我杀了十几位书籍任广志, 沙一龙的声音在听筒里传出来, 毛师长,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有胆量去做, 你还是找别人吧, 嘟嘟嘟, 传来一阵盲音, 毛刚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 显然怒火已经达到了顶点, 啪, 狠狠把电话摔在了地上, 喉咙里发出一阵闷喉, 就像野狗一样狂吠, 沙一龙, 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 居然敢和我这样说话, 等我把事情解决, 会让你知道污逆我的下场, 毛刚喘了几口气, 然后看了看地上的电话, 在办公室抽屉里, 拿出手机打给张大中, 可始终没有人接听, 这更让他感到恐慌, 景洪市这里, 除了毛刚在上蹿下跳打电话求员之外, 那些官老爷得知严大发他们被双规之后, 也坐不住了, 纷纷打电话找关系, 希望能躲过这次危急, 而省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印派系是人人自危, 紧张的气氛一览无余, 云南省省长林博生坐在办公室里, 正在和薛继莲通电话, 老薛, 我们这次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 薛继莲笑着说道, 谁也不会想到, 那个天桥会给印家带来灭顶之灾, 我想他们一定会很后悔, 当初没有及时处理, 要不然也不会把那个家伙招惹来, 啪啪啪, 林博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有人要见我, 晚上再聊, 说完挂断了电话, 然后喊道, 进来, 门被轻轻推开, 张大中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林省长, 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林博生见到是张大中, 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本来张大中作为省政府秘书长, 他的第一服务对象就是林博生, 可这个家伙知道林家没有印家势大, 迅速靠向印家, 对林博生的话, 阴奉扬为, 现在来的目的不言自明, 这个家伙看到印家大势已去, 准备靠到林家, 可林博生怎么会要一个墙头草, 要是有一天林家出了什么状况, 这样的人, 一样会在背后捅他一道, 再说, 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在杨洛那里挂了名, 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张大中去得罪杨洛? 大中同事啊, 来坐, 有什么事情说吧? 张大中轻轻坐在椅子上, 屁股只坐了一半, 身体挺得笔直, 李圣长, 我是向您汇报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的情况, 说完, 把手里的文件夹还有一个文件袋放在了办公桌上, 林博生拿起了文件夹看了个, 然后把文件袋拿在手里捏了捏, 张大中脸上一洗, 可接下来他却感觉到浑身发冷, 张大中同事,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林博生力声贺问道, 张大中身体开始轻微颤抖, 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啪, 林博生把文件袋狠狠砸在张大中的脸上, 拿回去, 好好反省反省, 今天的事情,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张大中急忙站起身, 是, 林圣长, 我一时糊涂, 我马上回去反省, 写个深刻的监讨给您送过来, 说完, 慌忙跑了出去, 林博生露出一丝冷笑, 我林博生没有见过钱吗? 任广志刚刚在蓝海公司回来, 正在整理着案卷, 侯远宁颤抖着手翻阅着账本, 看着上面一个个名字, 真是触目惊心, 景洪市委市政府80%的领导赫然在列, 这不能不让他感觉到惊恐恍然, 郁书记, 这件案子实在太大了, 我们还是快点上报到省里吧, 要是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定会出大问题, 任广志点点头, 拿起整理好的案卷, 往办公桌上移放, 谭书记, 你看看吧, 谭忠孝仔细地看着, 十多分钟后, 抬起头说道, 你马上回去召开常委会, 把调子定下来, 就是他们想翻案也不可能, 我会通知电视台, 把这件事情播报出去, 任广志带着侯远宁离开, 谭忠孝喊道, 小凯, 严凯推门走了进来, 谭书记, 什么事, 谭忠孝把案卷和账本递给他, 你把案卷复印一份, 账本复印两份, 然后把案卷和账本传真给薛副书记, 另外一份账本送到景兰会展酒店, 是, 严凯离开, 谭忠孝拿起电话打给雷鸣武,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二十多分钟后, 雷鸣武走了进来, 谭书记, 什么事, 这个时候, 严凯把账本的原件拿了回来, 谭忠孝递给他, 按照账本上的名字, 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控制起来, 雷鸣武打开账本一看, 吓得手一哆嗦, 谭书记, 这些人, 我们没有权利控制的, 谭忠孝沉着脸说道, 士气从权, 如果让他们跑了, 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雷鸣武想了想, 然后一咬牙, 敬了个礼, 保证完成任务, 这样的事情风险很大, 十几个省管干部, 只有省纪委才有权利对他们实施控制, 他一个小小的市局局长, 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要是省里有人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那他雷鸣武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 但风险越大, 利益也就越大, 一旦这次行动成功, 他的好处可不是一点半点,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雷鸣武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 去执行谭忠孝的命令, 杨洛为了防止毛刚苟急跳墙, 早上的时候又把李涛和周浩派了出去, 刚刚吃完晚饭, 杨洛他们无聊的看着电视, 这时, 景洪市电视台正播放满间新闻, 美丽财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说道, 市纪委今天召开了常委会议, 审议原市国土局局长闫大发, 原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何元奎, 副局长朱龙平严重违法违纪问题, 并决定立案调查, 经查, 严大发、何元奎、朱龙平严重违反党纪政绩, 其中有些问题已经涉嫌犯罪, 根据党纪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严大发、何元奎、朱龙平开除党纪处分, 并且按照有关程序开除公职, 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我台记者了解, 严大发、何元奎、朱龙平三人贪污数额十分巨大, 总数在数十亿元以上, 是我省最近几年来查获最大数额贪污腐败案件, 这条新闻就像原子弹在警红引爆, 瞬间向外扩散, 老百姓是拍手称快, 不过他们心里自然扭述, 这三个人只不过是小虾米, 那些大鱼不知道能不能被绳之以法, 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 等待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杨洛看着新闻笑着说道, 用不了几天, 事情就会结束, 我们也该回家了, 说完, 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一接通, 还没等他说话, 对方就开始骂道, 你这个小混蛋, 在外面搞出那么多事情, 现在才知道给家里打电话, 二姐, 我不是一回来就向你老人家打电话了吗, 杨洛黑黑笑着说道, 你刚回来吗, 那我怎么听说你现在在云南闹腾呢, 二姐,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你做好准备, 云南印家要退位, 想办法安排我们的人上位, 石月新急忙说道, 怎么回事, 杨洛黑黑笑着把事情说了一遍, 石月新说道, 我马上去找你爸爸, 还有二叔商量, 还有, 你妈并不知道你干这些事情, 回来之后不要说漏了啊, 不然没有你好果子吃, 说完挂断了电话, 啪啪啪, 门被轻轻敲响, 龙心走过去把门打开, 颜凯走了进来, 杨先生, 谭书记让我给您送来一样东西, 杨洛说道, 什么东西, 颜凯把复印的账本递给杨洛, 就是这个账本, 杨洛接过来说道, 你可以回去了, 好的, 颜凯转身离开, 杨洛翻看着账本,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一窝的蛇鼠, 薛记连接到了谭中校传真过来的案卷和账本, 看过之后, 真的是大为震怒, 他真的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 不但景洪从上到下腐烂到了根部, 就连省里厅级以上干部涉嫌了十几个, 薛记连马上叫来秘书, 把文件送到林博生处, 当林博生看到的时候, 脸色也是非常难看, 没有犹豫, 拿起电话拨通了谭中校的电话, 中校, 你马上通知市公安局, 把所有涉案人员控制起来, 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谭中校说道, 我已经下达了命令, 好, 明天下午省纪委专案组就会到, 你们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明白, 姚景臣看见吃完晚饭, 刚刚出去溜达的老婆, 慌慌张张的又跑了回来问道, 怎么回事, 老姚啊, 出事了, 有很多警察把省委大院包围了, 任客人都不允许出去, 什么, 姚景臣站起身走到窗前, 借着路灯, 看见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 黑压压的一片, 就在这时, 家里的电话急促响了起来, 姚景臣走过去拿起电话, 我是姚景臣, 姚书记, 外面是怎么回事, 这是市委办公室主任的电话, 姚景臣阴沉着声音说道, 我也不知道, 然后啪的一声放下电话, 紧接着, 电话又响了起来, 姚景臣看了看电话号码, 没有接, 而是拿起手机打给陈志文, 陈副省长, 现在市委大院被警察包围, 到底是什么情况, 陈志文一阵沉默, 这样的气氛, 让姚景臣感到心里不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听见陈志文说道, 景臣啊, 要是省委调查组下去了, 你尽量配合, 争取宽大处理, 姚景臣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身体摇晃了一下, 艰难地说道, 陈副省长, 难道上面放弃紧红乱? 陈志文说道, 不是放弃, 而是这一次我们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全军覆没, 要是没有意外,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也会被调走, 运气好, 往上升一级, 调到清水衙门, 等老退休, 要是运气不好, 将击到清水衙门, 混之等死。 姚景臣身体有些僵硬地放下电话, 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两眼无神地望着屋顶, 他的老婆吓得连续叫着, 老姚, 老姚, 你怎么了? 姚景臣没有一点反应, 市政府家属院, 也已经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团团围囱住, 而这里并没有市委大院那么平静, 毛刚带着市政府那些官老爷, 正在指着警察鼻子大骂, 你们他妈的找死是不是, 谁让你们保卫市政府的, 胡子立喊道, 把雷明武叫来, 他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毛市长, 胡副市长, 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我也是执行命令, 雷明武在人群里走出来笑着说道, 雷明武, 你好大的胆子,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市长, 有没有党籍国法,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毛刚立声贺问道, 雷明武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沉着脸说道, 毛市长, 我给你面儿叫你一声市长, 不给你面子, 现在你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 有这个时间, 还是回去想想怎么保住你们的小命吧, 这个时候, 雷明武突然接到谈宗教命令, 把所有涉案人员带到侍卫招待所, 尽量不要引起老百姓的注意, 毛刚他们被带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胡自立双腿一直都在哆嗦, 毛市长, 看来这次我们真的完蛋了, 毛刚没有回答他, 一直在低头沉思, 想着怎么样才能逃脱大难, 过了一会儿, 毛刚趴在胡自立耳边说了什么, 胡自立眼睛一亮, 就像溺水的人终于抓出了一根救命稻草, 心里想到, 不愧被称为锦红的小诸葛, 这样的办法, 绝对会给省理和省纪委巨大的压力, 到时候想不放我们都不行, 只要放他们出去, 就有机会销毁所有证据, 到那时, 谁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大巴停在了省委招待所门前, 胡自立不停地对经过身边的人轻声说着什么, 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那些警察的注意, 省纪委这种省直属部门, 里面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而省纪委书记王明翰是云南省最具权威人物之一, 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物, 在云南省省委省政府这个权力中心, 在大印派系和林系斗争中, 始终保持着中立, 无论是大印派系还是林系, 一直在努力拉拢王明翰, 但王明翰始终不动不摇, 这虽然让大印派系和林系非常恼火, 但也是最好的结果, 王明翰接到了薛继莲送来的案卷和账本, 当他们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 省委召开常委会, 研究成立专案组, 调查景洪市委市政府一些领导违法违纪问题, 而这次召开主持会议的是薛继莲, 印玉轩则是阴沉着莲坐在那里, 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座的都是云南省权力中心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样反常的事情他们并不意外, 而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 印玉轩两天之内就会做出离任决定, 一旦印玉轩离开, 云南省将会迎来一次大换血, 大印派系的人一个个惶恐不可终日, 而林系却各个精神焕发, 想着如何在这次换血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薛继莲看着面无表情坐在那里的王明翰, 明翰同志,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王明翰一阵沉思, 虽然省纪委是他的天下, 但谁也不能保证里面没有内鬼, 一旦专案组在调查的时候出现问题, 他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不能马虎的。 景洪市的案子非常复杂,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除了省纪委成立专案组之外, 还得从省委督察室, 省委办公厅抽调一部分人, 协助调查并接督。 薛继莲也有这个想法, 但他要是先说出来, 那就是对省纪委的不信任, 这也会得罪王明翰, 这样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这个没有问题。 说完, 看着坐在那里闭目仰神的易玉轩。 殷叔姐, 你说两句吧。 易玉轩睁开眼睛。 散会, 然后站起身离开。 薛继莲看着易玉轩消失在会议室的背影, 微微一笑, 收拾了一下, 也离开了会议室。 王明翰回到继委, 马上召开了常委会, 决定专案组由纪检一室、 二室和在省委督察室、 省委办公厅抽调的人员联合组成。 继委副书记、 孙福利为组长, 副组长为省委督察室的一个主任, 叫李副业, 散会之后, 他们马上带队乘坐专机, 赶往景洪。 戴恩恩坐在沙发上, 拼命地敲击着电脑键盘, 含着棒棒糖的小嘴儿不停地嘟囊, 居然敢和姑奶奶单挑, 看我美少女无敌绝情霹雳鸟杀腿。 然后扬声器里传来一阵游戏的音乐声。 耶! 戴恩恩蹦了起来, 握着拳头的小手在空中挥舞, 李若曦趴在沙发拷贝上说道, 恩恩, 你这是什么招式啊, 这么长名字啊。 周欣扑斥一笑, 那是他自己胡乱说的, 每一次玩这款游戏, 用到这招的时候, 名字都不一样。 戴恩恩嘻嘻一笑, 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吧, 在屋里待了两天了, 都快把我闷死了。 周欣挪了挪嘴, 戴恩恩转头看着坐在那里抽烟的羊落。 喂, 我们出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杨洛挥了挥手, 去吧去吧, 省他在这里闹腾让我心烦。 戴恩恩撇了下嘴喊道, 我们走吧, 然后招呼几个女孩子一声, 就往外跑。 杨洛翘着二郎腿, 嘴里唱着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歌。 这个时候, 李涛和周浩推开门走了进来, 老大, 省气委的专案组已经到了。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来得倒是挺快。 谭忠孝和任广志亲自迎接专案组, 然后带他们来到市委招待所。 孙福利带着专案组核查一下人数, 突然发现还少了一个。 萧云山呢? 任广志说道, 他带着人在下面办案, 还没来得及控制他。 孙福利说道, 马上派人把他带回来, 免得他听见风声且讨。 谭忠孝急忙找来雷明武, 让他带着人去把市纪委副书记 萧云山抓回来。 任广志和雷明武匆忙回到市纪委, 命令侯远宁带着人和雷明武一起去, 然后接手萧云山的案子。 侯远宁一阵振奋, 被萧云山那个混蛋压了那么多年, 现在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如果不出意外, 市纪委副书记的位置很有可能是他的。 萧云山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 而景洪的震荡, 他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收到, 这也证明他在市纪委的人员怎么样了, 居然没有一个人通知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任广志的行动太快速, 省委省政府的那些人, 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 不然凭萧云山的敏感性, 他一定会跑路。 省纪委专案组进入市委招待所之后, 马上展开工作, 对他们隔离审查, 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阻力, 这帮家伙什么也不说, 而且开始绝食。 一天两天, 直到第三天, 作为组长的孙福利有点撑不住了, 马上紧急召开专案组会议, 商量应对办法, 孙楼嘴角露出一丝不予察觉的笑容, 虽然我们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些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却找不到他们藏匿赃款赃物的地方, 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要是有一个人饿死在这里, 我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在我看来, 还是暂时放他们回去, 然后派人监视他们。 李福叶反对道, 放他们离开, 要是他们把所有赃款赃物转移, 甚至销毁怎么办? 孙楼眼角一条, 有些阴阳怪气的说道, 要是饿死一个,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李福叶刚想说话, 孙福利一百手, 沉着脸说道, 我着急你们开会, 是商量怎么解决事情的, 不是让你们吵的。 孙楼说道,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李福叶说道, 孙福书记, 我看还是向上面汇报一下情况, 看看上面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一旦放了他们回去, 我们再想找政务, 根本就不可能了。 孙福利知道, 就是这个会议开到过完年,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站起身说道, 咱会, 然后走出去, 向王明汉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王明汉接到孙福利电话之后非常重视, 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好, 不止他们省纪委, 就是省委也会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就在王明汉和薛绝联商量怎么解决这件棘手的事情时, 印玉轩放下电话, 在他办公室里一阵哈哈大笑, 哈, 哈, 我还真的想看你了, 说到这儿, 眼里闪过一道力忙, 既然已经决定要退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们有好日子过? 小陈, 他的秘书推开门走了进来, 书记, 你通知下去, 一个小时后召开常委会议。 好的, 小陈走了出去。 在官场上没有秘密可言, 景洪发生的绝食事件像风一样传遍了省委省政府, 现在印玉轩又召开常委会, 目的不言自明, 或者是垂死挣扎, 或者是在走之前彻底把这潭水搅混, 让林夕处理这个烂摊子。 省委会一事, 所有人都发现今天的印玉轩和前几天要死不活的样子完全不同, 可以说是精神焕发。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景洪市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恶劣, 给我们省委省政府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说到这儿, 印玉轩与气缓和了一下, 同志们啊, 景洪市市委市政府一起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 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切证据, 对他们立案调查显然是不公的, 不管怎么说, 他们现在还是一名党员, 还是国家领导的干部, 还是人民的公仆, 一旦在这次不公平的调查中出现意外死亡, 我们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谁能负得起责任? 薛继连也好, 林博生也好, 或者是王明翰, 全都靠在椅背上看着印玉轩的表演, 可以说, 把这个老狐狸恨得咬牙切齿, 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同志们,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惨剧发生, 现在我提议撤回专案组, 能找到确切证据, 再对他们审查不迟。 印玉轩看了众人一眼, 首先表了态, 薛继连刚想说话, 突然听见省委秘书长沈卫军说道, 我同意艺术记的话, 撤回专案组, 就是不撤回专案组, 也要先把人放了, 暗中调查。 沈卫军的话, 让薛继连和林博生的心猛然一跳, 这个老家伙和王明翰一样保持着中立, 但他却左右逢源, 做事也滴水不漏, 今天却意外地公然支持印玉轩, 难道他是印家的人? 可看见印玉轩那有点不可思议的表情, 也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王明翰双手抱胸, 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心里不禁叹了口气, 唉, 这个老家伙要滚蛋了, 还不消停。 薛继连和林博生对视一眼, 心里一阵大骂, 你他妈的印玉轩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 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离任之后, 属于遗留问题, 不会负任何责任, 可他们不一样, 要是撤回专案组, 那些蛀虫回去以后, 销毁证据, 转移赃款, 挨老百姓骂的是他们, 收拾烂摊子的也是他们, 要是反对, 一旦饿死一个, 他们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林博生说道, 既然印书记下了定论, 也得到了沈卫军同志的肯定, 我只能保留一件。 薛纪连点头, 我也保留一件, 王明翰睁开眼睛说道, 作为省纪委书记, 我会服从组织决定。 沈卫军眼角一跳, 这帮老狐狸居然把问题, 踢到他这儿里来了, 把他推到了前面, 不过现在话已经说出口, 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扒他扒他嘴, 感觉到就像吃了黄连一样苦。 省组织部长吴泽平,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沈卫军那沈卫军, 你可真是自作自受, 不管你支持韻宇轩有什么目的, 现在人家不支持也不反对, 以后出了问题, 都有你来兜着吧。 韻宇轩没想到沈卫军突然说话, 让他算计林家的计划泡了汤, 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也没有办法。 既然这样, 那就散会吧。 明汉同志, 回去之后, 马上把专案组招回来。 噼里啪啦, 毛刚把放在桌上的饭菜全部划了到地上, 然后抱着矿泉水一阵猛喝。 妈的, 老子就不信你们不放人。 三天没有吃东西, 毛刚的体质还算好的, 胡自立就不行了, 就像个死人一样正躺在床上。 两只小眼睛看着桌子上的烧鸡, 猪蹄, 直吞口水, 本来挺个大肚子别了不少。 一定要挺住, 绝对不能放弃。 姚景臣脸色苍白地靠在床上, 这个家伙本来就有胃病, 现在三天没有吃东西, 只靠水为尺, 怎么能受得了? 不过还是咬着牙强撑着, 这样自己才会有一线生计, 不然自己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枪比十次都不够。 孙福利坐在临时会议里说道, 怎么样, 他们吃东西没有? 任广池摇头, 没有。 叮, 孙福利的电话响了起来, 王叔姐, 王明汉的声音在听筒里传来, 你们抄回来吧。 孙福利叹了口气, 收起电话说道, 上面挺不住压力了, 王叔姐让我们撤回去。 什么? 任广池脸色一变, 这对他和谭忠孝来说可不是好事情, 让这些人翻了身,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算计他们。 孙楼眼角露出一丝笑容, 李夫叶皱起了眉头, 任广池说道, 孙书记,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你们再走。 孙福利想了想, 点头说道, 可以, 我只能等你一个小时, 成语不成, 就看你了。 他知道, 任广池争取时间可能是找什么人商量, 而他根本不相信任广池能够改变结果, 但他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任广池站起身, 深深看了一眼孙楼, 这个家伙正用嘲讽的目光看着他, 任广池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 谭中校办公室, 任广池把事情说了一遍, 谭中校紧紧皱起了眉头, 我们去见见杨洛, 他一定能够解决。 杨洛无聊地看着电视, 兄弟们在他房间里打着扑克, 啪啪啪, 门被轻轻敲响, 杨洛看了一眼坐在他身边, 不停摆弄着银行卡的德尔。 嘿,德尔, 不要再看了, 快点去开门。 德尔一笑, 呀, 我现在是千万富翁了。 杨洛一翻白眼, 我说伙计, 你已经在我耳边念叨好几天了, 我不想回答, 现在快点去开门。 德尔站起身走向门口, 打开门, 看见是谭中校喊道, 杨, 你们的老朋友来了。 谭中校进来也没废话, 省力要撤回专案组。 杨洛问道, 为什么? 那帮家伙已经去十三天, 上面顶不住压力。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忧冷的笑容, 这帮家伙一个个养尊处优, 没有一个不怕死的, 他们这是没有办法以绝食来对抗你们的调查。 既然这样, 那就让他们饿着, 看他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任广志想说话, 谭中校摇了摇头说道, 可现在专案组马上撤走了,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杨洛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老方好久不见了, 方明宇听见是杨洛的声音, 本来就幽黑的脸色更加黑的发紫。 少和我讨清楚, 你小子只要给我打电话, 就没有好事。 杨洛黑黑一笑, 怎么会没有好事呢? 你也闲了一段时间了, 应该出来走动走动了。 方明宇说道, 行了, 不要和我找弯子, 说吧, 什么事? 杨洛说道, 我在云南你已经知道了吧? 你小子到哪里都要整出点动静, 也不知道云南出弄了哪位神仙, 居然把你这个户汗弄到那里去了。 方明宇没好气地说道, 嘿嘿, 老方啊, 你又买卖上门了。 然后, 杨洛把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现在只有你出面才能解决, 不然把这帮家伙放回去, 无论是对国家, 还是对老百姓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调查清楚了没有? 废话, 要是没有证据, 谁又打量这么做? 这样吧, 你马上通知云南省纪委, 把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给我传扔过来, 我想纪检委书记汇报一下情况, 你等我消息。 杨洛电话的声音很大, 方明宇的每句话, 谭中校和任广士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没想到, 杨洛和中纪委的方明宇关系这么深厚。 杨洛挂断电话说道, 你们都听见了吧? 通知省纪委, 把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 全部传承给中纪委二室主任方明宇, 由他出面, 谁他妈的也翻不起大浪来。 说到这儿, 杨洛眼里闪过一道幽冷的寒芒, 我和你们去看看, 既然那帮家伙想死, 那就让他们去死吧。 说完, 站起身向外走去, 李涛他们看见又有玩的了, 急忙跟了出来。 来到酒店一楼大厅, 碰见戴恩恩几个小女人叽叽喳喳的走了过来。 你们去哪儿? 戴恩恩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问道, 杨洛一笑,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戴恩恩眼睛一亮, 我们也去。 杨洛他们打了十几辆出租车, 直奔侍卫招待所, 任广志上了谭中校的车说道, 让这帮家伙去, 会不会出事啊? 谭中校说道, 有方明宇在后面, 我们还怕什么? 你现在打电话给省纪委的孙副书记, 让他向上面汇报一下。 王明汉接到孙副立电话之后, 没有耽误, 把所有资料全部传真给方明宇。 杨洛下了车, 直接去见毛刚, 看见这个家伙要死不活地躺在床上, 笑眯眯地说道, 毛市长, 我们这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吧? 毛刚猛然在床上坐了起来, 瞪着雪红的眼睛看着杨洛, 你怎么会来这里? 杨洛哈哈笑着说道, 听说你要绝食自杀, 这可是非常痛苦的司法, 所以我大发善心给你带来一把刀, 这样往脖子上一抹, 干净利索。 说完, 右臂一抖, 军刀滑落在手中, 然后扔在床上, 拿着吧, 一会儿我们来给你收尸。 这让跟在后面的孙府里他们脸色一变, 就连谭忠孝和任广志也没想到杨洛会来这么一手。 孙楼阴沉着脸说道, 谭忠孝同志, 任广志同志,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 你们怎么会把他们带来这里? 作为党员一名干部, 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杨洛猛然转身, 孙楼感觉到杨洛的眼睛就像利剑一样刺紧他的心脏, 让他有一种窒息感, 想要说的话硬生生咽了下去。 杨洛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脸, 有我在的地方, 你他妈的最好闭嘴。 孙楼作为省纪委纪检医事的主任, 什么时候被人拍过脸骂过,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 这也驱散了他心中的一丝恐惧。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杨洛一阵狂笑, 不要把自己太当成个人物, 我杨洛这辈子还没有怕过谁。 孙楼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 对着后面的雷鸣武嘶吼道,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有什么事情, 我负责。 雷鸣武心里骂道, 什么东西, 还你负责, 你他妈的负责去责吗? 景洪现在闹出这么多事情, 还不是因为抓了这些人搞出来的。 孙楼看见雷鸣武站在那里没有动, 立声喝道,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把他们抓起来。 雷鸣武干脆把头扭到一边, 孙楼脸色气得通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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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头看向孙府里, 孙府书记, 胜利已经下达了命令, 让我们撤回去, 为什么还不走? 孙楼的话让所有人淫了, 这个家伙今天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居然这么质问孙府里, 难道他不想混了? 杨洛笑眯眯的看着孙楼, 他感觉到这个家伙一定有问题, 所以他才着急离开。 孙府里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没想到自己负责监管的纪检衣室主任敢和他这么说话, 在这么多人面前是赤裸裸打他的脸, 让他难堪, 孙楼是被杨洛和雷宁武激怒, 才会这么冲动, 现在看见孙府里的脸色一个机灵, 大脑马上清醒过来, 感觉到自己刚才的话, 算是彻底得罪了自己顶头上子, 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马上清洗衡状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